回到节目现场来请教委员 刚才我们讲到侯友宜虽然挟着这个高民调 不过现在国民党党内自己有人在质疑 说声量有可能是灌水 有可能是碰轰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现在郭董 最近大家对于郭董的讨论度 其实已经跟侯友宜不相上下了 甚至今天在网络媒体性传媒 还写了一篇说传出这个科技大佬 宣明志给国民党献策 说可不可以来个郭朱佩呢 什么郭朱佩 就是说郭董用无党籍的方式来参选总统 那么朱立伦前四年先当郭董的副手 后八年再让他当总统 那另外呢 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 接下来可以找柯文哲入阁 哇这个是什么样的剧本 来这个委员怎么样来解析 郭朱佩现在都有人喊了 侯友宜要出来真的越来越困难了 我觉得当然现在 对蓝营来讲一定是思考说 怎么样整合是最能够 这是正常的思考 怎么样能够整合最大的力量 但是蓝营内部的话 当然就不一定是这样想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个如果他们认为局势大好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想选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说 从外面看一般选举一定是想办法团结越多的人 那对内部的状况来讲一定是认为要团结就是我来团结更多的人 我自己来就好了 不是别人来团结我嘛 所以我想宣明志他会这样讲 当然意思他就是挺郭啦 就他讲说他配谁 然后然后谁来干嘛 意思就是郭来团结别人 其他人都是配角的 对那至于说其他在这个 也有人是挺侯友宜的 他当然就是希望以侯友宜为主 其他人来背他团结嘛 所以其实你每一个 你看他都从治理行间看起来 好像都是希望说可以整合越多的力量 但其实他代表谁 然后他想要铲除谁 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 那不过这几个企业界的人出来讲 我还是要说就是 我们节目刚开始讲他的草董 他还是最清楚 因为你今天要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其实最重要是国家的方向 不是说谁可以让大家赚最多的钱 赚大钱 每一个政治人物去照顾 去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民生经济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主张会说 我希望让我们国家变穷 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会说 我希望让大家口袋变薄 所以怎么样让国家更繁荣 不管是国民党 不管是民进党 不管是哪一个人要选总统 他一定是这样想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 但是如果郭台铭他自己以前 他自己的公司里面 他繁荣的过程 他的自己的劳工问题怎么样 自杀了多少人 然后他发生了多少的这些事故 有的没有的事情 这些事情 这种劳工的状况 会是想要放到全台湾的劳工 都变成这种处境吗 这个是他自己要说清楚的 我讲的意思是说 赚钱 赚钱以后是谁得到最多的利益 然后是不是大家都在一个公平平等的 一个工作状态里面得到一个最好的照顾 这个是大家来辩论的 而不是讲一个说 我要让大家赚很多钱 赚很多钱 有可能是别人牺牲性命 别人卖肝 别人肝都废掉了以后 然后谁赚钱 我不想 我不想不想讲清楚了 另外要不然就是要像曹董这样 他至少把国家的方向讲得很清楚 价值是什么 因为民主自由人权相对于独裁 这个是价值的判断 对曹董来讲 他一定不会讲说 希望台湾人都没钱 曹董一定也是希望国家繁荣 但是那价值是什么东西要讲出来 所以我回来讲 第一个 每一个国民党的人 他在讲想要团结更多的人的时候 他其实是用谁去团结别人 那一看就知道他站在谁的对立面 其实是很明显 第二个就是 你们团结谁 其实对外人都无关 其实我们这些不是国民党的人 其实我们也不会 我们又没有这个 我们也没办法参与你们的投票 或内部的任何会议 但是跟别人有关的是 你们之所以想要出来 你想要支持的那一个人 去团结别人的那一位 他的价值是什么 你要讲出来 要不然你A团结B B团结C C团结B 这个都是你们的权力游戏 可是每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什么 你不能要不然就像侯友宜这样模模糊糊 要不然就是像郭台铭讲这种 我们赢的 大家一直都说要赚钱 大家都也买的 你要讲一个有是非价值 讲出来 站在你的对立面 会讲说 例如说我支持台湾主权 我认为台湾要在国际社会 跟大家平起平坐 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才有保障 而不是我们要赶快去做生意 是要平起平坐 台湾人在国际社会做生意 就有保障 你如果是这样讲 谁会跳脚 中国会跳脚 你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 你要做生意先问我 你有价值判断的时候 就会有人不高兴 没有价值判断的时候 讲出来好像全赢 但是做不做得到 但是你讲的那个 可能是废话 所以我要再回来讲 就是其实这一套 国民党里面的权力游戏 我还是希望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 如果说国民党 在过去几年以来 他真的有一些新的改变 我还是很希望说 能够把他的价值讲清楚 怎么看 国民党三颗大太阳的宫斗大戏 虽然维员刚才有讲 还有其他科 不过这个民幼 我想请教的是 其实在大概在过年之前 大家都觉得 差不多就是侯友宜 什么事这么高 谁有手 可是怎么过了一个年之后 风尚渐渐变了 现在郭董的这个呼声 怎么感觉跟侯友宜 不相上下 我过年有看民事特别节目 我觉得命理老师有时候 还蛮准的 因为我不知道侯友宜的 可供参考 侯友宜声势会这么快的 这样降下来 尤其在国民党内 其实在去年 其实他就评估了 郭台铭的影响 绝对是跟影响侯友宜的 为什么呢 郭台铭第一个 他不是中国国民党籍嘛 目前不是嘛 要像吴敦一样 再帮个证书 给他什么一个荣誉党员证嘛 明佑我先补充一下 昨天来我们节目的是 张思刚议员 他说有点电话 去台北市东部问过 当初那个退党的书 还压在党部 没处理 所以这个好处理 所以买一个伏笔啦 对对对 如果要回去的话 很快就回去 因为只要四党部再送回去就好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是 最近我听到的讲法是说 郭台铭会用五党集选 要把这个所谓的 非绿联盟整合 所以要全国串联去联署 然后造成一股力量 所以不知道国民党 是不是在整合之内 因为把柯文哲也纳入其中 各位去思考一件事情 郭台铭选择在这个时候 去公布他在美国用郭守正名字买的 这七千五百五十万的豪宅 而且在比佛利 这个最近我看这个某一个平台 在讲这个比佛利的这个豪宅生死斗 其实能在这里买房子的 这非富即贵 甚至美国人多少人在这里买不起房子的 郭台铭却把他晒出来 他老婆去晒出来 但是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话 叫做心系台湾 他这一句话各自解读 有人说他没要算了 没他去公布他好宅 他现在应该要在纽约里吃平民小吃 但是他现在去公布他的豪宅 他跟他太太在那里买甚至露点 我说郭台铭露点 有人就说 这样就是没要算了 所以现在应该笃定 但是让国民党内部永远说 没有没有 他一定会选 为什么 因为他写了心系台湾 他好业就大家都知道 对 所以我也觉得他好业大家都知道 但是王金平又讲了一句更奇怪的话 他说郭台铭20号要回来 但是没有说要选总统的事情 很奇怪 你是跟郭台铭私下都有联系 所以要营造出郭台铭回来 然后没有要选总统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 但是王金平忽然间抛这一句话 让我是搞不清楚状况 还是说国民党早就底定 所以这时候应该去思考说 朱立伦你想他61会 62会 郭台铭72会 郭台铭有可能讲条件 我做一次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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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一次就換你啦 你又年轻嘛 你又有发展嘛 所以你又宣明志 为什么他去讲这种两种讲话出来 其实宣明志大家知道嘛 他跟郭台铭的关系非常好嘛 就是那个新竹市场口中的宣拔嘛 宣董嘛 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说 他们关系非常好 宣明志出来抛一个议题出来 我不相信他们没有讨论过了 所以我认为说郭台铭他一定有起薪 就会动念 所以20号你看放那么长的架 20号从雨要回来了 那个动作就会更明显 但是我觉得林长佐委员讲的没错啦 你在中国有很多劳资争议啊 有很多劳工啊 过劳甚至制议的事情 然后对于人权没有表态 大量的资金在中国流动 跟中国的官方非常好 这些都是未来你要选总统的时候 要经得起台湾人民的考验 所以我认为这个局势是非常明显 如果说今天我如果是郭台铭 我不会忽然间戴什么中华民国的帽子 我一定戴这个Nike 因为在度假 为了符合那个豪宅的气质啊 所以他忽然间又挂这个 然后前面挂灯笼 在祝贺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起心动念了 我甚至觉得他回台的时候 动作会频频 不好意思啦 我不评论侯友宜的原因是 我觉得人家那个气势随便都压过你 因为你这个好好做事 你就留在新北好好做事就好了 我们看到的是 我刚才志明又有讲到 国民党一直想要组一个 这个非绿的在野大联盟 那这当中就是包含了柯文哲嘛 柯文哲是可以给国民党整合的吗 人家柯文哲自己也有一套 备战2024的理论哦 今天周刊爆料说 柯P有一套包子理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哦 等一下回来 一次来看 又怎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